TALKING POINT 你現在看的是TALKING POINT 我是Joyce 鄭欣宜 TALKING POINT 我知道這首歌根本不是告訴別人 我是女神 看我 而是作為一個工具 去提醒所有其他人 你出生的時候 本來已經是一個女神 或者已經是一個男神 這次MV整個project 我參與到是極高的 但是 原來 反而這樣 因為這樣 反而沒有那麼多期望 對這個project 因為到我們拍完MV之後 剪完 我就覺得 已經很大滿足感 做了一件 我覺得是很值得驕傲的一件事 無論有沒有人看也好 因為 因為它包含的意義很重大 我經常和大家說 這首歌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 因為它裡面的Message 是很鼓勵性 它會為我添加一份自信 所以它會令我覺得自己很強大 但是同一時間 因為它說的Message 大過任何 台上得到的獎 或者 榜上面任何一個位置 因為它的意思太大了 所以也會同時令到我覺得自己很渺少 是一個很小的舞台 通常我們做音樂都是有曲才有詞 但是這首歌就相反 是有一次我無緣無故和Wy吃飯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Joyce 我要把你變成一個女神 然後我還說笑嗎 然後她很認真跟我說 我已經幫你思考了第一句歌詞 你找人幫你作曲 這個歌詞就是 《不要低頭,光環會掉下來》 《不要低頭,光環會掉下來》 《你是女神,不要為足暗收念色彩》 那我就馬上找了 南逸邦去幫我作這首歌 我記得我跟阿邦說的時候 我說 阿邦啊 我們每一天 展開報紙雜誌 看《動新聞》 全部都是說女神BB誰 男神BB誰 好像個個都是男神女神 但是真真正正可以做到 男神或者女神的人 可能全香港只有5%的人 是做得到的 那我們另外這95%做什麼呢 食屎啊 我直接這樣跟阿邦說 然後我就很希望把這首歌送給這95%的人 為什麼我會夠膽唱呢 其實揹著一首女神的歌 要去派一首歌 跟人說 你好啊 我下一首歌叫女神 是有點大膽的 我覺得 但是因為我知道這首歌 根本不是在告訴別人 我是女神啊 看我吧 而是其實我作為一個工具 去提醒所有其他人 你出生的時候 本應已經是一個女神 或者已經是一個男神 千萬不要給外面的聲音 這個社會的聲音 令到你覺得你自己不是 在我眼中 真女神 是很投入自己工作 很愛惜自己家人 但是同時間也會很無己 這樣去幫助照顧 和整身邊的朋友 我在這個MV出現的幾個人 他們真的 在我最不開心的時候 他們連我的起居飲食 他們都顧著 是的 所以 而且他們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這些人是很重要 而且是真正的女神 而我 看到他們在我身邊的時候 他們會有時 有自信心低落的時候 或者質疑自己的時候 我會很欲赤 很心痛 因為我想搖醒他們 你明白嗎 你在我眼中 你是完美的 我想我和大家一樣 都會有在尋找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 真真正正可以找到100% 我很自信 但是我邁向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覺得有自信不是覺得 我好過你 這一種不是自信 這一種是誠 是高傲 但是 自信是 你是一種平淡 一種平靜 淡定的感覺 不需要和別人比較 不要被下間的化妝掩蓋 勞放的你面朝大開